下游香肠兵地特别乖 对吧 晚上吃啥 哎呀 我还没做呢 儿子 作业写完了嘛 先去补作业 又吃饱 咋写作业 我先泡个泡面 又吃那没营养的东西 等一会儿翻一会儿就好了 加个蛋再加个肠 营养老军衡了 是吧 你想吃肠 你是真狂 肠咱们都吃不起了吗 你就是全是首富 都不一定吃得起呀 香肠变贵了 啊 多少钱呢 一颗淀粉肠 能换北京一套海景房 北京有海景房 哎呀 你别打仗 你又是有一颗火腿 你的人生一定不后悔 他曾经有个富豪家里有一颗 天天一百多号人去排队 两千万 闻一下胃 这么贵 像什么蒜味肠了 纯肉肠 那更是贵的离谱 你又是有一颗 世界首富度的亲自 为你按摩松鼓 这次是为啥呀 说多呢 都是累 后天斗格行 前几年大量做热狗 失去了香肠储备 他们为了能生存 把全宇宙的香肠拿走 还做了细致分类 不过没想到拿的太多了 大量香肠被浪费 他们时不时还把香肠拿出来 阻止香肠开队 他们都吃不上了 他们开派对 对 纯纯是犯罪 他们为啥那么需要香肠 谁让他们是hot dog个星 热狗星 他们星球有个科学家 发表了一个观点 热狗星要是没香肠 他们就光剩热了 他们怕热了 这不扯淡吗 罚子不扯淡 观众不爱看 行了妈妈 我有肠 让咱们的人生不遗憾 你还能有肠 你再扯淡也不能那么扯淡 我这还剩半根 是吗 这真的是肠 如假包换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满满的半根 世界百年难遇 还有浓浓香气 吃着台牙不腻 价格贵出天际的火腿肠啊 等我穿越回去买几百根 一根卖十亿 哦 我儿子是香肠大帝 我儿子是香肠大帝 离不腻 中文化 国际 继续 感谢观看